2021年5月23日 月球人 丽瓦 月球上的转化及满月冥想 传导 莫妮克 马修 一者 卢颖 地球兄弟们 你们好 我很高兴又见到你们 在我身上和我们月球上发生了很多事 一切都大大加快了速度 我们接收到了大量的转化能量 现在我们中的一些人 已经可以去帮助你们的地球 及离我们太阳系很远的其他三维地球 我们中的一些人 现在可以与银河联盟的兄弟们一起工作 以帮助你们这颗美丽的行星实现转化 我为你们和我的兄弟们 以及我自己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理解你们的痛苦和焦急 这些我们都体验过 然而当那奇妙的时刻来临时 当我们内在和周围的一切都被照亮时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光体真的诞生出来时 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欢乐 希望你们也尽早感受到这种欢乐 我们在这场蜕变中比你们略微领先一点 不过我们的月球母亲尚未彻底转变 她已穿戴上最美丽的服饰 开始已完全不同于从前的频率振动了 我们开始听到了她的声音 感受到了她的欢乐 沉浸在了她的圣爱之中 当你们能够像我们感知月球母亲一样的感知你们的地球母亲时 你们会发现自己有多么快乐 那时你们会明白我们的感受 我们这些月球兄弟很尊重你们所做的满月冥想 我们这颗星球对地球人来说确实非常重要 你们发送给我们的圣爱就像给我们的一份厚礼 这份礼物必会大大返还给你们 我们想说这礼物让我们心中感到温暖 但这说法有点而过于简单了 应该说你们的礼物如同给予了我们新的力量 我们的月球将要大大进化 它将变成一颗美妙的星球 在其轴线上大幅移动 和她的姐妹们跳起同样的芭蕾舞 也就是说 它将不再像镜子一样反射太阳的能量和来自宇宙的能量 它将像其他行星一样转动 它的角色将彻底改变 当你们进行满月冥想时 请注视我们的月球母亲 留意她的美丽 把你们心中的全部圣爱发送给她 这圣爱会被无限放大后返还给你们 当你们进行这个冥想时 也请把圣爱发送给地球和太阳 此时月球、地球和太阳对你们所有人都有重大影响 你们从月球接收到的能量主要作用于你们的第六脉轮 应该是指三眼轮 易主会在你们身上唤醒另一种意识 当你们注视月亮时 请沉浸于其中 与它连结在一起 它会把自己的圣爱和圣光给予你们 借助它的圣光 你们内在仍属于无意识的一些东西会浮现出来 我们月球母亲发出的能量会越来越多地被所有地球人感知到 它将把很多人推向更高的意识层次 不过也会把另一些人按倒在地 现在我很幸福 我是圆满 完整得了 我的转化已经结束 已经完成 真希望你们能感受到这种深深的欢乐 这种对所有生命的圣爱 对于我和我的兄弟们来说 这种欢乐与圣爱是我们心中最为珍视的东西 能感受到这样的欢乐与圣爱是宇宙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当然 在我们的星球上有些人还没完全准备好 但与很多地球人相比 他们在神性意识和转化方面还是较为领先一些 我们在把能量反射给你们的同时 自己也获得了不少能量 我们把来自宇宙和太阳的很多能量发送给了你们 不过也有一小部分能量留在了我们的星球上并大大转化了我们 我是你们的月球兄弟丽瓦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们 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很快也会在你们身上发生 现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 我们学得很快也会很快把学到的东西释放出去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会将其释放给你们 你们也将很快学会并释放自己接收到的一切 现在我对你们说再见 我爱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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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